我最早用的长焦镜头是富士的55-200 今年初刚刚换成了这个70-300 我之前也发了视频做过这两个镜头的对比 说了说我当时的升级和购买理由 那如果再升级的话就是100-400了 它作为富士镜头当中 目前焦段最长价格第二贵 并且还是红标的XF镜头 带着这些标签 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怀疑100-400的地位 那用这个仅有799美金售价的70-300 和1899的100-400去做比较 很显然呢有点自不量力了 但是啊作为这个70-300的用户 我呢真的很好奇 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100-400到底值不值那个价钱 那自己手里的这个70-300 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到底有没有买亏 那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 前不久啊我就租了一个100-400 做了一个对比的小测试 今天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的使用感受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 在数码产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一个品牌焦段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 贵的那个镜头肯定就是最好的 富士啊一共有五个长焦镜头 跨度比较大的超长变焦镜头啊 一共有四个 红标XF镜头呢 是富士镜头群里的顶配 所以呢毋庸置疑 这个100-400就是富士超长镜头里的镜黄了 相比之下这个70-300呢 它就属于比较经济试用型的了 因为它的售价呢 仅为799美金 据我多年的观察呀 这个100-400在打折期间的最低售价呢 是1499 70-300由于是比较新出的 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加入打折的行列 那尽管打折之后的价钱啊 这个100-400仍然接近70-300的两倍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除了价格上的巨大差异 需要去考量 那其次呢 就是看这两个镜头的画质和功能特点 哪个更适合自己了 下面呢就对我的使用感受来做个分享 供大家来参考 首先呢从外观上对比 镜头上的按钮设计啊 这两个镜头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只是100-400呢 它是老款镜头 在2016年初上市了 所以呢 它仍然有防抖的手动开关 那大概从2019年以后推出的镜头啊 基本上就是都没有防抖开关的设计了 像1680 1024 还有这个70-300呢 都是这两年新出的镜头 全都没有防抖的开关 改由相机菜单内来控制它 乍一看上去啊 好像是不太方便了 但是用一段时间我跟您说 绝对好用 这个问题呢 我还查了很多的资料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的使用 特别是在用这个长焦镜头的时候 我建议您啊 长期开启防抖的开关 无论是不是在三角架上使用 打开防抖功能都十分的必要 所以呢 有了这个新科技 外置防抖开关的问题啊 确实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100-400的遮光罩设计呢 非常的贴心 有个小开窗 可以方便的旋转CPL滤镜 并且空间呢 十分的宽敞 我呢 用的是82毫米的CPL 转接到77毫米 然后装在镜头上 仍然可以转动 当然您得先装这个遮光罩 再上CPL才行呢 对比 70-300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遮光罩了 但是它的卡口设计呢 和以往的其他镜头啊 稍微有点不同 感觉这个新设计呢 能减少边缘的漏光 确实呢 目前使用了有半年多了 我呀 还没有发现任何漏光的问题出现 最后一个区别啊 就是这个变胶筒的锁定lock开关 70-300在锁定的状态下呢 只要一转动 这个变胶筒就会自动的解锁了 但是100-400在锁定的时候呢 是无法自动拧开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70-300的应变能力要更强 拿起来就能拍 比较的方便 综合外观的对比啊 70-300有了一些新的改进 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但是100-400也没有输 这就完全是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了 用久了之后 这两个镜头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说实话呢 重量和体积是阻止我购买100-400的最大原因 您看这体型 像不像拿着暖壶出门了 100-400重量3磅 70-300呢 只有1.3磅 所以100-400呢 是它的两倍还要多 拿在手里的感觉呢 就更加的明显了 70-300啊 大概就是和 XT3的机身差不多重 比我的1655还要轻呢 手持100-400拍摄 说实话呢 我只举了10分钟 就明显的感觉 胳膊有点酸疼了 看来这个镜头呢 确实不太适合随身携带 必须得上三脚架 拿在手里边呢 看起来也很夸张 路过的人都夸我这镜头 看着真专业 特别的招眼 所以从重量 体积 以及过于新眼球 这几个因素来看 我认为它不太适合 在城市旅行的时候用 不够低调和便携 这个呢 也是我平时比较注重的两个点 徒步的时候 稍微作加一点重量 就会让负重呢 加大很多 所以带的设备 越少 越轻 越好 但如果您是开车 到达目的地 直接驾三脚架 拍摄 不需要过多的行走 那么100-400 当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在最近对焦距离上 70-300 仅有83厘米 拍摄的时候呢 比较好掌握这个距离 拍些花花草草呀 非常的轻松 而100-400的最近对焦距离呢 是1.75米 拍摄近距离的物体的时候呢 感觉稍微的有些吃力 再加上它太重了 近景手持对焦啊 比较的困难 敢用三脚架的话呢 可能会好很多 当然啊 也许这是因为 我不太适应这个镜头 或者臂力不够 欢迎喜欢健身的小伙伴 选购100-400 一镜多用增加性价比 这两只镜头啊 都是浮动光圈 70-300的最大光圈是 F4-5.6 意思是在70毫米端的时候 您可以使用最大F4 300毫米端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5.6了 100-400的最大光圈呢 是F4.5-5.6 70-300啊 看似光圈要大那么一点 但其实这两个镜头是一样的 因为70-300变焦到100的时候 那它的最大光圈 也是F4.5了 所以这样对比起来呢 似乎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在对焦速度上的对比啊 我确实无法拿出 非常强有力的数据证据 只是凭借我自己 在使用时的直观感受 我觉得100-400 在对焦的速度上要快一些 在码头旁呢 我拍了几张海鸟 基本上就是百发百中 对焦感觉呢 非常的顺畅 没有出现跟不上焦 或者是脱焦追不上的现象 那不得不说 这个100-400啊 真的是非常适合拍摄鸟 或者是野生动物 这类的高速题材 而红标XF镜头呢 也理所应当是对焦最快 画质最好的镜头了 这一点啊 70-300不用说 肯定是输定了 但实际使用起来呢 感觉也没有差特别的多 连续抓拍海鸟 有一两张没有追上焦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距离有点远造成的 整体感觉这两个镜头啊 并没有非常夸张的区别 但是不得不说100-400呢 确实要更顺滑 毕竟我呢 也不是职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大多数时间拍的都是城市建筑 或者是风光 只是偶尔呢 会拍摄鸟类和动物 这样的高速照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目前70-300呢 是完全够用的 100-400啊 最大的诱惑就是它的400毫米焦段了 比300要长很多 那么在实际的拍摄当中 300和400的视觉效果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多出来的这100够不够远 咱们来看看我拍的样片对比吧 现在看到的这张呢 是300毫米端的效果 这张是400毫米的效果 那如果说有特别明显的放大效果呢 我觉得倒是也没有 够不着的仍然够不着 但是啊 多出来的这100毫米的长度呢 确实可以放大的更多 免去了后期剪裁丢失像素的麻烦 说到画质啊 相比其他的镜头来说 这两个镜头呢 我更关注的是最大光圈的表现 同样为光圈F4.5 100毫米焦距的情况下呢 这两个镜头的画质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几乎是打个平手吧 对比300端 也就是70-300的最远端 光圈F5.6 由于镜头刻度啊 略有偏差 100-400呢 我当时使用了280的焦距 所以它的光圈呢 是F5.2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100-400难道是拍虚了吗 远处的建筑成像相比70-300来说 比较的差 但是再看看前景的浮标 我觉得好像又没有拍虚 快门速度240分之一秒 使用了三角架 按理来说呢 它不应该是拍虚了 再来看看400毫米的效果 情况似乎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前景都很清晰 只有最远处的这个建筑 并且因为它是处于边缘 所以成像下降的比较的严重 咱们再来看看缩小光圈后 是否有变化 换到光圈F8 这下呢 就是恒定光圈了 两个镜头一样 在300毫米端 100-400 在远景的清晰度上 仍然没有70-300表现的要好 那说实话 这个结果呢 让我有点意外 再看看400毫米端 边缘成像依然不佳 我揉了揉眼睛 这是真的吗 我更愿意把责任 推到自己身上 使我排虚了 我呢 确实有点不敢相信 这个结果 虽然很少会用到F22 但是我呢 还是做了测试 结果呢 是这两个镜头的成像 几乎是一样的 经过对比 让我对70-300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它的最大光圈和F8的成像 处于最好的状态 边缘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优秀 由于重量轻 便于鞋带 它是我的旅行首选 当然呢 最好还是要搭配 三脚架来使用 而100-400 对调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 在光圈F11的时候 成像最佳 我呢 仍然认为 它更适合拍摄 鸟和动物 这种高速的题材 由于本次呢 是租赁的设备 测试的时间比较的短 再加上我自己 平时的喜好 所以呢 测试的内容 仅限于城市风光 和建筑 以上呢 只是我个人的 第一感受和看法 给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提供一个参考 目前富士超长焦镜头啊 有四个 我已经做了 其中三个镜头的 对比和使用分享 唯独没有说过 50-230 而我自己啊 确实也没有用过它 作为富士最便宜的 超长焦镜头 它的缺点呢 是塑料材质 画质一般 要我说呀 还不如买个二手的55-200 要划算 比50-230啊 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超长焦镜头 要么呢 您是很少用 要么就是经常用 走这么两个极端 所以呢 要买 就不如买一个稍微好点的 那如果未来呀 想要使用增距镜 来延长焦距 那么就选70-300 无论是画质还是拓展性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 100-400 仍然是这个焦段当中的顶级选择 买哪个呢 就看您自己的需求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在这里分享旅行摄影的技巧 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分享的呢 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 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